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之前和大家聊聊3K和5K的游戏主机应该怎么选择 这次我们就聊聊8K到1万的游戏主机应该怎么选 其实大概半个多月以后 英特尔的10代U就正式开售了 肯定有小伙伴们 马上都要发新品了 你怎么这个时候做推荐呢 其实说实话 10代的CPU依然是14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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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主板10代憋不住了 只好故意换个接口 相关性能和规格 外网CPUmonkey在3月份就已经曝光了 我在微信公众号上也有文章做了简单的分析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总结上来说 除了10核心20线程的i9 算是一个新的CPU 别的基本上都是9代甚至8代U的马甲 10代的i7 10700K大概就是i9 9900K 都是8核16线程 全核锐频高了0.2G 10代的i5 10400K大概就是i7 8700K 都是6核12线程 全核锐频低了0.3G 相比9代i7的8核心8线程和i5的6核心6线程 10代多了一半的框框 你要做渲染之类的优势还是挺大的 理论上的性能大概能提升50%左右 但是玩游戏基本没啥区别 甚至超线程有的时候还复优化 具体可以看我们这个视频 i5 9100KF和i7 8700的游戏帧数对比 其实第一批的货 i9 i7还都挺缺的 i5虽然不缺货 但是现在只有Z490主板 主板都比CPU还要贵了 所以总体10代U现在不是很推荐购买 你等了那么久的新屏 其实就等于去买i7 8700和i9 9600K 甚至可能还要花更多的钱 实在没有啥买的必要 可能等到后面不缺货的时候 价格正常了再去买 我觉得也不迟 当年i5 9100K刚上市的时候也是2000多 现在少了个核显的i5 9100KF也就1300多 所以尽管5月20号就可以买到新的10代U了 但是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 我还是建议广大的游戏用户 还是选择CPU去用i5 9600KF和i7 9700KF 一个是6核心4.3G 一个是8核心4.6G 但是价格却差了一倍 1000多块钱呢 主板的话 i5 9600KF你去搭配华硕这家微星的入门Z390就可以了 当然随着Z490主板的推出嘛 高端的Z390基本上都停产了 M11H之类的2000家主板现在都涨了六七百块钱 形成了非常奇葩的 发布了新品 老款居然暴涨 三大厂的Z390里面最便宜的应该是微星的Z390MS01了 稍贵一点是ATX的技嘉的Z390UD 那别的厂家的主板我觉得出于稳定性考虑嘛 真的不建议大家特别是小白去购买 当然有人肯定非要杠刷 我自己就用的很好 这个我也不想跟你去多吵 你喜欢你就用呗 当然Z390MS01和Z390UD两个主板都有让人不爽的地方 微星那个板子它居然都没有debug灯 有时候你无法开机的时候 你就不太好判断是哪里出了问题 说实话现在的DDR4内存 由于金手指是一个弧形的 在冬天或夏天气温变化大的时候 还是比较容易因为热胀冷缩而导致金手指接受不良的 这个时候有一个debug灯 告诉你是内存自检没过 你心里就安心很多了 技嘉的板子虽然是Z390主板 却只给了一个MDL 虽然对于大部分来说其实没啥影响 但是还是感觉太抠了 你就不和别家比了 你看看技嘉自家的B365小雕主板 这接口 当然你也可以加150块钱 去换成一个带两个M.2的Z390GamingX 150块钱就去买个M.2接口 想想还是有些心疼的 如果你要上i7-970KF的话 我觉得可以搭配一些稍微贵一点的 比如技嘉的Z390 AORUS ELITE 华硕的Z390 HEF 再往上的话就没啥必要了 显卡方圆其实也没啥太多的选择 基本上是以2070 SUPER为主 算是目前中端显卡里最划算的了 NV的显卡基本在2060 2060 SUPER 2070 SUPER这三个RTX显卡 可以说是1分钱1分货 2分钱2分货 3分钱3分货 但是到了2080 SUPER 其实性能也就提升了15%-20% 但是价格却提升了50% 贵了快2000块钱 那有点6分钱4分货 不是特别划算 真的不差钱的 其实都直接上2080Ti这种 10分钱6分货的了 所以2080 SUPER的价格和定位码 属于不上不下 非常的尴尬 内存基本都是3000、3200起步 就以海盗船的复仇者为例 2400、2666、3000、3200这4个频率 每个就差大概10块钱 但是3600频率的就要比3200频率的 贵了快100块钱了 我们之前也做过内存频率对游戏帧数的影响 可以看一看这个视频 结论就是3000内存频率相比2666还是有一定提升的 但是3000频率再往上提升就不是很明显了 所以比较划算的就是选择3200内存 固态之前我们也有做过视频 不同接口的硬盘对于游戏的影响 结论就是SATA固态和NVMe固态也没有明显的区别 所以游戏用户不用追求特别高端的固态 散热器其实百元级别的散热器就基本够用了 因为96KF和97KF都是千焊的优 温度相比硅脂优还是要低了不少的 比如新出的比较火的亚军G3 所以96KF超频5G都可以足够压了 当然i7-970KF要超频还是建议上一个更好的散热器 电源650W足够使用了 大概配置就是这样 i5-960KF i7-970KF加Z390加8GX2的内存 加500G或者1T的NVMe固态加上2070SUPER显卡 就写到我们这次测试用的平台 主板使用的是华硕的ROG STRIX Z390 内存使用的是微缸D60 8GX2-3200 D60是用的那种比较通透的 通体的RGB灯带 皇家戟看腻了 咱也换换口味 固态选用的是微缸XPG SX8200 Pro 512G 这是一个PCIe 3.0X4的固态 我们之前也说过 现在的主板基本都是自带M.2散热马甲的 Z390E的马甲还是蛮好看的 所以我觉得微缸也是听取消费者的意见 就不做那种自带马甲的固态了 也能节约下成本 显卡选择是硬重的2070SUPER超级冰龙版 三风扇带金属背板 反正该有的都有了 这次我们选择了5个游戏 都是差不多3A级别的大作 由于主要是测试CPU 所以我们游戏基本是以跑benchmark为主 尽量控制变量 F90KF超频到了5G 华硕的Strix主板可以直接在BIOS一键开启5G 技嘉主板如果不会操作的话 可以参考这个视频的4分30秒的教程 大概30秒钟就可以学会了 非常简单 如果你还是学不会的话 我觉得还是你多花点钱 去买个华硕主板一键5G吧 首先看一下古墓丽影暗影 在2K分辨率最高特效 并开启RTX的话 96KF超5G平均65帧 AI还比97KF要高了2帧 基本上没啥区别的 虽然偶有CPU占用到100%的情况 但是显卡占用也基本维持在90%以上 看了下CPU和GPU的曲线 反正96KF是没有图2070修的后腿的 游戏里也认为这两个配置的帧数 都100%是GPU受限 也就是显卡的瓶颈 接着是GTA5 在2K默认的最高特效下 基本上平均帧最低帧最高帧 也就上下1-2帧的区别 显卡也基本维持在90%以上的占用 随后是刺客信田奥德赛 由于这个游戏有坑爹的迭加密 它几乎会占用所有的CPU资源 所以这两个CPU都会出现100%占用的情况 但实际上这个100%占用 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假的占用 从平均帧最低帧和最高帧来看 也只有一帧的差别 看下游戏内部给出的CPU和GPU的平均帧生成时间 其实也没有区别 然后再看一看吃鸡 这个游戏是没有benchmark的 我们运行了大概10分钟的游戏画面 在2K三极致的画质下 两个CPU的平均帧都是177帧 最低帧和最高帧也没有明显的区别 显卡的占用基本保持在80%-90%的占用 接着是使命召唤战区 也是和吃鸡一样 运行了大概10分钟的画面去计数 在2K默认的最高特效 并开启RTX的情况下 两个CPU的平均帧最低帧和最高帧也几乎没有区别 显卡的占用基本保持在90%以上 96KF的CPU占用基本保持在50%-60% 游戏中也没有出现卡顿的情况 最后看一下荒野大镖客2 这个游戏算几个里面最吃配置 在2K默认最高特效下 两个CPU都基本保持在58帧左右的平均帧 也没有啥太大区别 整个运行过程中 GPU占用率也基本保持在90%以上 也没有出现CPU吃满的情况 所以总结一下 96KF在超频5G的情况下 和贵了1000多块的97KF 搭配2070 Super显卡 游戏帧数几乎没有区别 可以说是目前玩游戏最划算的CPU 即使后面出了10代U 由于Z490刚上市较贵的价格 难以撼动96KF的地位 所以建议大家在89000的预算 还是选择96KF加2070 Super 是非常划算的选择 至于10代U还是等到买不到9代U的以后再说吧 至少广大游戏用户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去等待10代U的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人不妨点赞投币收藏 素质三连一下 油管的观众也别忘了点一个小铃铛 如果想关注更多电脑资讯的话 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 潮玩客cdok 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也可以来淘宝店铺潮玩国度数码 或者淘宝所有商品潮玩客 这就是现成搭配好的89000价位的主机 这里是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